慕尼黑街頭鳴笛聲大作 警車一輛接一輛趕到現場 警用直升機高空戒備 遠景赫槍實彈封鎖路口 這裡是德國慕尼黑市中心 當地時間五號 當地以色列領事館附近 驚傳槍響 遠景到場與槍手對峙 最後擊斃槍手 過程中 雖然沒有領事館人員或民眾受傷 不過槍手犯實際敏感 逝逢一九七二年慕尼黑奧運慘案 五十二周年 當地警方不敢大意 警方隨後公布槍手身份 是一名十八歲的奧地利公民 犯案當下手持長槍和警方駁火 附近居民表示 至少聽到十幾聲槍響 不過犯案動機 是否和奧運慘案有關 還有待當局釐清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